比特币下一个大动作 那比特币很快有一个行情出现了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如果大家也喜欢 接下来比特币的一个走势的 一个预判的话 那么大家请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就点击去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 19,300美金的位置 现在比特币价格可以说的是 在这个19,000附近 已经震荡有几天的一个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日线级别这个图表来说的话 可以去看得出来 它现在的一个位置 是正在处于均线的一个下方的位置 被压制是吧 这位置不是被压制日线级别 那么都是一根阴线 然后一根阳 那么都是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吧 逐线是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 是吧 这个位置直接去下跌到下方的位置 都是走了一个下跌行情 那目前这根阴线 如果再去收到18,000美金以下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预示 这一波的一个下跌趋势 正式的去进入更深的一个环节 是吧 这位置所说是非常关键是吧 那么现在它的一个压制 其实已经来到2万美金这一段水平 只要它没有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近期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趋势 下跌的一个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 也在一个下降的那个通道当中 那么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一个支撑是在这个18,000这一段水平 更低的位置是在这个17,500美金这一段 那么能也因为的话 它没有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它依旧要继续进行一个 比方深度的一个回调 比如说它反弹就上方的位置没有突破 啪的一箱又掉下来 那么这一波的话 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行情了 那能也因为的话 明天或者是过段时间去加息的时候 那么美联储加息的时候 那肯定要进行一波的一个去大的一个波动 说这两天我们就关注它是否有一个下沙的一个行情 是什么直接是跌到这个16,000到15,000这个水平 看它能否一天两天之内去实现这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它的一个之前的这个位置是吧 跌起来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是吧 一般都是三浪下跌是吧 目前的话是属于一个三浪下跌的一个行情 那这一波走完之后啊 它还能可能去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底部啊 比如说它插下来之后啊 我们说的是插下来之后啊 啪的一声 然后去再去慢慢去震荡震荡之后啊 震荡震荡 然后再去反弹什么 反弹到上方的一个高位之后啊 那么继续进行回调啊 然后再继续进行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反弹啊 那么现在这样的行情的话 才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起步 所以说我们怎么在下方这些位置去买到 比如第一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位置抛掉 然后在这个位置再买入是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买点是吧 我们可以去计算的出来 现在一些买入一些机会是在 这些位置是吧 一个点啊 两个点 这一片的一个区域是吧 都是在2万美金附近的一个买入点是吧 是不错的一个买入机会啊 不错的买过机会 所以说你如果你是拿个一两年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现在的位置也是足够低啊 足够低啊 是可以去持有的 可以持有 那我认为的话 还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看到这几天能否去再去 再一波大行情去杀杀下来 那么你就可以赚取这波利润是吧 那么以太坊的一个空间的话 它是逐渐是走了一个下跌行情啊 那么之前我也说过了 它是啊 不会短期之内的话 不会去找太多的一个思路啊 研究室你看 依旧是在一个下跌通道当中 而且非常明显是吧 这行情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下降通道了 是吧 看多的一个视频的话都知道是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啊 而且的话它击穿下方的位置 那么我们去看它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跌破下方的位置的话 那么我们就预示着它有更低的一个水平 它再去测试下方的一个 新低是吧 那么这个位置跌破以后啊 那么1200美金以后 那么我就测试下方的这个比较深度的这个800美金 这一代水平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从日线级别这个图表来看的话 它是没有去跌完 我告诉你们啊 都说我现在说它反弹 它并没有去 短时间的反弹只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下跌而已 所以接下来的话 大家要去做好一个下跌的一个准备啊 有可能会这一步下沙非常严重啊 一定要去注意在下方的位置进行止盈是吧 其他的话我就不太多讲了 因为的话现在那个行情来看的话 整体的盘面啊 非常去符合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那么现在短期的一个反弹只是一个 震荡而言 并没有去出现一个此时级的一个反转的吧 如果要反转的话 我会在我们的VIP群里面进行一个指导啊 如果你想加入能演的VIP群的话 可以去点击我的简介里面 去怎么咨询能演的一个进取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免费搭我们的电炮群 好我们今天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分享 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有点关注的 赶紧点关注 那么接下来的话 行情非常激烈 一定要去跟上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